静轩,苏静轩,书亚男一惊,这个名字在江湖上名转侠尔,那是金陵苏家宗主,也是苏明玉的亲叔叔。 书亚男糊里糊涂地跟着那妇人出了后院,沿着曲折长廊来到一间雅致的客厅。 厅中雅静素杰,一个年余五旬的老者闲闲地坐在那里,不怒而微。 苏明玉早已在那里,此时上前一步,向老者和书亚男介绍相见。 书亚男忙抱拳为礼,想想不对,又改成半吨福礼,亚男拜见叔叔。 话刚出口,就惹得一旁伺候的丫鬟扑斥失笑,把书亚男闹了个大红脸。 还好丫鬟的笑声立刻被苏静轩的目光制止,他若无其事地抬手示意, 书姑娘请坐。 书亚男坠坠落座后,苏静轩这才开口道,想必书姑娘也听明玉说过, 他爹娘去世得早,是我和他沈娘将他拉扯大,他的终身大事我们自然要操心。 明玉第一次跟我提起你,我就差人去扬州了解过你的家世背景。 恕我直言,你和明玉并不合适,我真不希望你们为一时的冲动昏了头。 这桩亲事,我希望你们慎重考虑。 叔叔 苏敏玉大吉,刚要开口辩解,却被苏静轩严厉的目光制止,他只得把目光转向书亚男。 只见他咬着嘴唇默然半嗓,突然一下站起,一扫坠坠不安的淑女模样, 抬头指示着威震江南的苏静轩,苏宗主,我喜欢苏公子,这点不需要慎重考虑。 至于我的家世背景,我并不觉得就低人一等。 你如果因为这就鄙视我,我会加倍地鄙视你。 至于我和苏公子的亲事,我只想问苏公子。 他转向目瞪口呆的苏敏玉,你愿不愿意娶我? 苏敏玉想说愿意,却怕伤了叔叔沈娘的心,一时张口结舌,无言以对。 苏亚男见状咬牙道,娶还是不娶?男子汉大丈夫,婆婆妈妈的干什么? 苏敏玉眼中闪过一丝坚定,转头对苏敬轩毅然道, 叔叔,折掌这么大,从未求过你什么。 现在,折恳求叔叔看在我过世的爹娘缝上,成全小职。 苏敬轩与夫人对望一眼,二人眼中具有蓝色。 女婿沉吟片刻,她终于一声长叹,既然你抬出你过世的爹娘, 我和你沈娘也不好说什么。 去祠堂向你爹娘禀告吧,但愿他们在天之灵,也会同意这门亲事。 多谢叔叔成全。 苏敏玉大喜过望,正要拉着叔亚男告退,却听苏敬轩又道, 我近日就差人去扬州向叔总标头提亲, 不过我希望大礼在一年后举行。 苏敏玉知道叔叔是要用时间来考验自己的感情, 他无暇计较这等细节,连忙点头答应。 舒亚男没想到苏敬轩会改口, 本已绝望的心一下子堕入莫大的幸福漩涡, 只觉得天晕地转,恨不得与苏敏玉机长相庆。 浑浑噩噩噩地随着苏敏玉出了苏甫大门, 舒亚男才稍稍恢复了神志。 他从景象上取下一个吊坠, 红着脸塞入苏敏玉手中, 这是我最真爱的东西, 你暂时替我保管, 以后记得要还给我哦。 说完他转身就跑, 轻盈地像受惊的小鹿。 苏敏玉目送着他消失在长街尽头, 这才低头摊开手掌, 掌中是一颗红白相间的羽花石。 他刚在暗笑他的小孩心性, 接着就看清了羽花石上那个天然生成, 巧夺天宫的心字。 苏敏玉紧紧将那枚羽花石捧在掌心, 仰望苍天, 苍天在上, 我苏敏玉会永远爱护, 珍惜这颗独一无二的心。 离开苏府时已是黄昏, 舒压男浑身轻松, 嘴角不时, 泛起一丝甜甜的微笑。 他真想立刻将这门亲事非抱父亲, 让他不用再为女儿的终身大事发愁。